消費者委員會在最新一期選擇月刊 測試了20款個人護理濕紙巾 當中這8款樣本總評分獲得5星滿分 包括屈臣市、斯斯洛和阿布泰等 而Daiso給嬰兒使用的濕紙巾 就是唯一一個評分只有1星的樣本 在20款樣本中最低分 肖委會發現Daiso的濕紙巾樣本 細菌含量超出內地標準近500倍 使用後有可能受細菌感染 消費會亦提及大家使用濕紙巾時有幾點要留意 消費者應該留意這些濕紙巾 有沒有含有過敏或致敏的化學成分 嬰幼兒和長者的皮膚比較敏感 長期使用簽加化學成分的濕紙巾 或容易引發過敏反應 主要建議為嬰幼兒和長者 甘換尿片時可以使用沙布或順綿花 加溫水代替濕紙巾擦色